我们来看庞俊旭对阵海顿平海的比赛 依然是64进32 这是庞俊旭4比1拿到赛点了 好球 带口的黑球这直接是送的白给的 而且打进黑球以后还有四颗红球可以单叫 右边中带 有单下 球形算是比较理想了 当然平海也不是一个强将 常年64开外了 篮球向下 现在不着急K球队 大家都说罗伯逊状态恢复了 是吧 两个罗伯逊得比 然后尼尔罗伯逊5比0战胜了吉米罗伯逊 可以可以啊 罗伯逊状态恢复了也可以 就是罗伯逊打球他除了绕球台让人够病以外 其他的还是非常好看的 把罗伯逊绕开球台来跟踩了风车似的搜一圈 正一圈反一圈然后再思考一圈开始出竿 你看旁军逊这学会了这有什么好绕的 罗伯逊的大长腿走得又快是吧 送送送给你绕三圈 左边中弹 这种角度是比较舒服的 现在要右下底了右下底就接黑球呗 对罗伯逊今年他是在开开年的时候他说了自己状态不好然后休了一段时间假啊 回澳洲休息去了休假回来了现在 休假回来打打打这个 热热手以后就开始市井赛了市井赛这个没有人会故意缺席的 50万英镑的奖金对不对 400多万 对之前罗伯逊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是遭遇吴一泽被吴一泽虐得老惨了 好篮球打进 打进以后粉球右下方 继续调到篮球 这个球形也是没有太大悬念了啊 粉球黑球都叫到先吃一颗粉球中带打定干 定干定在这儿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好稳稳推下来 然后这个角度还是黑球粉球都有 都有领先了这39分了37分了 好 在这给大家就是发现大家非常关心赵新童啊 解释多少解释两句 第一赵新童在9月份解除竞赛以后直接参加不了职业资格 预计市台联也不会直接给他发外卡的 因为这是污点球员啊 第二赵新童在今年24年参加不了国内的比赛 因为国内的台联做了一件非常恶心的事 对吧 市台联竞赛他一亿年八个月 中国台联竞赛两年 这就直接导致他参加不了中国的比赛 要不然你想想天津国锦赛拿个冠军直接冲返职业了 对不对 他在国内打球肯定是鹤立鸡群啊 好解释到这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比赛 看看旁俊旭这一不留神就超分 嗯 现在领先了58分台面51分超分了啊 再打进一颗这对手就不追了 没打进 没打进对手肯定还要挣扎一下 先看粉球下方的这一颗 打进打进再吃两套吃两套用最后一颗红球来做斯莫克 德国大师赛也看不到火箭啊火箭退赛了 身体原因嘛 啊 拳王正乱赛也赢了 周拳王嘛 拳王5比0天蓬飞 好看最后一颗红球怎么来做 借助黑球 没藏住 藏住了 挡住了 挡住了 解到 刹车刹车 母球千万别摔带 哎 杀住了 停在带口 对赵新彤复出以后二五年才能打资格赛啊 从Q死固打起 打Q死固 也是碾压的姿态 一个世界冠军去打Q死固是吧 我们毫不怀疑赵新彤会重返职业 只是时间的问题 嗯 转脚两裤一勾 没挡住 这杆能打到的 但是没有下球点 好 平海不能打进攻的啊 平海继续防守 做斯莫克 这是一个防守的好机会 你这防的是吧 哎 防到带口了 直接往里切 好 切近了 切近这句就拿下了 直接握手 恭喜庞俊旭 5比1 战胜了海顿平海 挺进32强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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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